一个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民族 自从他的到来 这个民族从此逃之夭夭 说起西汉昭明的皇帝 当属汉武帝刘彻 他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十六岁登基位帝 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改革 设置十三州部刺史 开创查局制度 为中央选拔人才 并颁布退役令 他统治的时期 西汉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百姓安居乐业 生活安康 汉武帝时期 中华政治繁荣与谨慎 这一时期 丝绸之路也慢慢形成 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往来 使得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足 时事造英雄 历史总会像大浪一样逃进沙历 从而留下耀眼的珍珠 汉武帝是一颗明珠 他照亮了喜汉的道路 扫除了匈奴 平定了天下 真正的活出了大汉天子的威仪 汉书朝作传记载 汉兴以来 葫芦树入边地 小汝则小利 大汝则大利 在汉朝建立以来 匈奴每两年都会对汉王朝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边境地区多次受到匈奴的侵犯 可以说 匈奴自高祖建立西汉以来就遗憾百姓 百姓被匈奴的铁骑所践踏 无数无辜百姓被毒杀 房屋被摧毁 牲畜被掠夺 多年来匈奴进攻边境势头指增未解 并且 匈奴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高祖数次围剿 都未能将他们彻底剿灭 甚至 在公元前二百年 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 差点命丧皇权 可以说 匈奴已然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个重大隐患 汉武帝作为西汉的帝王 他将西汉治理的繁荣昌盛 此时 汉朝经过多年的修养升息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国库里的钱粮堆积如山 人们封一族时 汉朝的政治 军事 文化 国防实力也逐步得到了提高 之后 汉王朝开始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 用梦追梦打的方式最终 将匈奴感到了墨北之的 彼时 匈奴的实力已经大幅削弱 只留下少数人在富于顽抗 对大汉朝已经不存在威胁了 元丰元年农历十月 这一年汉武帝率领十二步将 十八万部鸡兵亲征匈奴 从燕门出塞 浩浩荡荡荡 经济这日 匈奴被赶走了 匈奴的缠鱼台 却在等待着汉武帝的到来 汉家惊其碧四海 沐云飞渡蝉鱼台 行人望断西基路 十万头颅换了宝马来 五十四年功过萍水树 甘泉花落尽尘埃 这段话的意思是 在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十年 国泰民安 江山一统 他决定亲自北巡 亲眼看看他一手创建的大好江山 他率领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北巡 随即 司马迁随行将这一历史时刻 记入了史册 当他们穿过了草原 登上蝉鱼台 此时 汉武帝站在蝉鱼台上级目远眺 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汉武帝壮志豪情 油然而起 派遣使者告诉匈奴 如果他们依旧想要占领这片土地 那就过来跟我一决雌雄 随后 汉武帝下令演习其社 要武扬威 那么 这个所谓的蝉鱼台 到底在哪里呢 今天 我们打开历史教科书 上面会写着 金内蒙古呼和浩特世袭 虽然 看似有了一个地址 但是 这个西很多人却不知道在何处 这里有两首诗大家可以鉴赏一下 第一首就是唐里写的赛下去 秦柱长城称以炊 汉武 北上蝉鱼台 古来征战路不济 今日还赴天兵啊 还有一首就是唐张斌写的 登蝉鱼台 编冰春进回 都上蝉鱼台 白日地中出 黄河天外来 沙帆横刺浪 风急响一雷 欲向阴观度 阴观小不开 最终 我们从这两首唐诗里面不难发现 所谓的蝉鱼台 其实应该距离黄河与阴山不远 所以 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现在的那蒙古巴雁闹尔境内 汉武帝威严的宣誓 估计匈奴听了都会吓得逃之夭夭 更别说卷土重来自取灭亡了 登蝉鱼台是汉朝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标志着匈奴被武帝彻底击败 也体现了武帝军灵天下的气魄与霸气 有人说 汉武帝的这次登台 彰显了自己国家的富强 又给匈奴来了个下马威 可见 其历史意义巨大 从此 西汉开创自己的盛世 汉武帝也在历史上 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印记 汉武帝是伟大的 他彰显了中华的强大 彰显了民族的伟大 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 可谓是千古一帝了 他是值得背后世推崇的 他引领着百姓开创了一个盛世 也为西汉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是一位优秀的帝王 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直到现今 他依旧是汉民族心中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 参考资料 再下去 登陈于台 诗迹 汉书炒错传 我记得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之一